古代那么多宋别的诗词,写的最好的是这几首。 《荆江宋别图》,却明沈州宋别可以写的缠绵徘徊,柔长寸断, 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 这是怎么样?也不为过的特别,是在交通不便音讯不通的古代别离之后生死茫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, 于是长亭宋别临风洒类,对酒附诗更有那心中快累不平, 诗诗一发而涌出,所以宋别变成了诗,人莫可尽情发挥的好奇才了。 于是就留下了许许多多快智人口的宋别诗词, 请看这一首宋别词语淋陵寒蝉,妻妾对长亭晚咒语出些多门战隐无序, 留恋处兰州推发之手下,看内眼竟无与宁一念去去, 千里烟波,木矮沉沉处天阔,多情自古商离别更难堪, 冷落青秋节今宵酒醒何处,杨柳暗,小风残月此去今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 辩语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, 这首词是大名鼎鼎,得晚月派词人刘勇的一首名作寒蝉, 苦语,冷秋,残月轰托出宋别的凄凉景色指手相看泪眼相向无与宁一是宋别十一, 依不舍的情景再现而,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, 更是直书出凶中有难舍之情,多情自古商离别, 也就成了传颂至今的经典之作了。 除了晚月派也就是,鸳鸳蝴蝶派, 善写宋别之外还有许多叱咤风云的豪漫派人物, 也会写宋别的诗词也写得很, 好像上各世纪那个以革命为已认的伟人, 写了好多昂扬的革命诗篇感树风, 留人物还看今朝,殊不知写起宋别, 来也是一个好手请看以下这篇, 贺心狼挥手从此去, 更哪看,欺瞻相向苦情重诉, 眼角眉梢都似恨泪眼, 玉陵还住之卧会前翻书语过眼, 滔滔云共物算人, 兼之意无语辱人有令, 天之法,今朝双中东门路, 赵恒唐半天残月七卿, 如许汽笛一声长一段, 从此天涯古旅, 凭个断愁思恨旅要似昆门崩绝壁, 又恰向台风扫环与众比义, 和云柱血离请写别恨, 气笛一声长一段从歇天涯古旅, 好像也不输流勇了, 写送别对洒脱的药树蕾白, 自录三篇, 别人送他蕾白成舟, 将欲行忽闻, 按上踏歌声, 桃花弹水身千尺, 不及王伦送我请他送别人故人西辞黄河楼烟花三卷, 下阳州古帆园影帝空尽, 为燕长江天机流互相送离青山横北郭白水绕, 东城此地亦为别孤鹏万里征, 浮云有子役, 陆日故人请挥手自资取, 记败和新闻始Gold standards binnen 中宽谱的旅客,